一个牛洞中晚的 24小时营业的连锁牛洞店Sukia 一早就有来用餐的民众 不过民众都不知道 9点钟过后牛洞就要涨价了 我觉得有点贵 可能会来但是会比较减少 涨水 Sukia 12月17日在官网宣布 因为食品原物料高涨 因此中晚牛洞从69元变89元 实际比对新旧菜单发现 中晚的三种起司牛洞 泡菜牛洞 秋葵牛洞 还有葱温韵牛洞 也都从99元涨到119元 而热熔起司牛洞 则从119元涨到139元 多个品项都比原本贵了20块 可是它的肉量会多20到30块 对我们肉量会增长 那其他的也会 对 一样一样 也都是这样 上个月吉野家才宣布 全面调涨单点丼饭价格10元 现在Sukia也撑不住了 其他连锁餐饮 包括麦当劳 肯德基 毕胜克 及胖老爹 最近也都涨价 民众直呼 真的是什么都涨 超级有感 记者黄祥父王 是韩台中采访报道 也许诺 等会做审航预 撑不住 靠道 超级 嚷